Hello, Ladies and I的小伙伴们,大家好,我是小白,今天我们继续带来一期先潜伏的视频,率先体验一下新版本生存禁忌模式,这是下一个版本要出的,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生存禁忌有三种方式,团队战,个人战,还有双人战,当然先潜伏人比较少,所以说只能打一打个人战,来给大家率先体验一下,好了,那这边我们是开始进入房间,那我们可以看到打的这张地图呢,叫做沙漠突袭,我们进来率先体验一下, 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等待玩家进入的页面,上面还有横条,不忘初心,底里前行,我们的大CF真的是越来越有文化的,我不查一下字典,我都不知道这两个字念什么的,开玩笑,真的是厉害了,那这个生存禁忌模式呢,相信大家都能明白是怎么玩的,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下,给一些不懂的朋友讲一讲,这个模式呢就是你从飞机上跳下去,然后自己去捡装备, 在捡装备的过程中,看见人就要打死他,而且有什么呢,有这个飞机给你丢补给,补给箱,补给箱的一般都是好东西,从飞机丢下来的,还有就是要记得跑毒,跑毒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,就是会有毒圈慢慢的缩,慢慢的缩,到决赛圈, 谁是最后一个生存下来的,就是第一名,好了,那这边我们是率先体验一下操作啊,风绳腿,简直骚到不行啊,然后右键是一个重拳,左键是这个拳击啊,好,那这边体验完操作,我们就不等了啊,这边一分钟之后开始,我们就直接剪切了一下啊,这边我们是直接上飞机啊,给你不一样的战斗体验, 而且这个上手也是非常的简单,按键操作非常的合适啊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,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地图,相对于爆破,CF中的爆破模式而言,也是一个超大的这样的一个地图了啊,大家可以畅快的去玩了,好,那这边我们直接跳下飞机啊,跟我们显然中的有些不一样啊,我们这边是直接哇,超人归来啊,这时候直接落地,没有伞啊,这一拳让我想到了什么,我灰太狼还会回来呢,我灰太狼又回来了啊, 啊,让我想到了灰太狼啊,好可怜的一个人啊,那我们先抽装备啊,不要都说别的啊,这边我们是直接哎,不错啊,直接搜到了一个步枪啊,这边带了一个头套一点莫名其妙啊,这个头套是来,是来干什么的兄弟,你是来打酱油的吧啊,这边是个尖顶帽啊,一个勇士头套啊,很好啊,很好,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头盔的作用啊,因为我也不是经常玩啊,我们来看看,这个剪个smoking啊,剪个腰带啊,方便逃跑用啊,不管你这个什么, 什么投掷道具啊,都是有用的啊,什么手雷啊,烟雾啊,都是有用的啊,好,那这边我们先来体验一下啊,这个换枪啊,拱轮剑啊,或者12345是换枪的,那然后还有,这边哎,看看啊,还是非常不错啊,自在描具,可以的啊,这个没有,这个就很简单啊,很简单,就是你剪枪啊,剪枪完了有,那它上面会有描具啊, 然后这边我们剪个头盔啊,一级头盔啊,这边是个原亮色啊,这边哎呀,我想了想啊,还是戴上吧啊,有总比没有强啊,虽然这个颜色有点尴尬啊,然后这边我们是切换了一下视角啊,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可以自由的切换,按这个V键就可以了啊,非常的不错啊,上手雷蒙卡啊, 就是你如果没有基础的话也可以玩啊,第三人称也,如果玩不惯第三人称就切换到第一人称啊,第一人称是跟我们平常打CF是一模一样的啊,这边看来用气又不错,我们捡到了一把QBZ95火山啊,没有捡枪啊,只把子弹捡走了,因为我感觉这把C8来说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啊,好,那这边我们把冲锋枪换掉啊,换两把C8,哎,这个就比较,比较有意思了啊,因为这个C8的话,它的瞄准镜是比较大,而且比较清晰的啊,是个红点啊,所以说我是 比较适合这样的一个东西啊,好,那这边搜装备的话,我们还是要切回第三视角啊,第三视角是怎样的一个好处呢,就是可以看到更多的视视野啊,视野比较宽广啊,当然第一视角的话,就是你对枪啊,方便对枪啊,对枪起来可能操作比较流畅啊,即便我们是把小手枪丢掉了,按这一键是丢枪的啊,这个操作按键什么的都是没有变化,当然我有一点不是特别喜欢的,就是这个建筑物啊,它建筑物是没有门, 有的地方没有门啊,这边我们是捡了一个饺子,哎,可以的啊,这边好像有人在叫我把声音屏蔽一下啊,这边捡了个饺子啊,这个饺子应该就是扎血的,我们可以看到左下角,左下角呢,第一个是意见啊,是踢腿的,然后第一个呢,是防弹头啊,然后中间这个是防弹衣,然后第三个呢,就是补给啊,就是饺子啊,饺子就是给你扎血用的啊,这个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,多吃点食物,有助于身体健康,那 这边我们还是继续搜装备啊,因为我感觉我这个装备还是有点,有点差的啊,还防弹衣都没有啊,这边我们先剪个防弹衣啊,先来看一下按键设置吧,那这边控制还是要看一看的,但是有一些,这个什么字我有点看不懂啊,七里呱啦的,呃,有点烦啊,有点烦啊,有点烦啊,但是我看看这个VRFGE, 一,啊,应该就是这几个键啊,还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啊,键不是特别多啊,好了啊,那这边我们还是继续搜啊,继续搜啊,这边是有轰炸区啊,进房子也躲一下,好,那这边我们是直接跑了出来,看一看我们还是在圈里啊,这个圈还是比较友好的,缩的不是特别的远啊,就是哎,看到人了,这个兄弟是在捡空头吗? 这个箱子啊,当时我不知道他在捡空头,但是我看这个回放的时候,我看到了啊,这个原来是在捡空头,那可以的兄弟,来来来,我们来,这个人必须打死他啊,他应该是很富啊,而且我这边没有防弹衣啊,子弹也没有,必须来,哎呀,必须来结一波物资了啊,结一波物资,好,这边直接开瞄开瞄,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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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啊,还挺准,这个兄弟啊,不,不慌,不慌,我们有饺子啊,我们先来吃个饺子, 这边招有掩体啊,个人对枪一定要先找好掩体啊,这边我们先吃个饺子,加一下血,那我们手中是有手雷的啊,这个千万不要忘记,直接一颗手榴弹,压制一下啊,对面扔了一颗烟雾弹是什么意思,我想这个兄弟应该是扔错了吧,他应该想用手雷啊,扔错了,第二颗手雷扔过来了,那这边我们直接拉上来,好,直接一梭子,哎,没打死,不慌的,换另一把枪,因为我们是两把C8啊,每把枪都有子弹,打完这个子弹,我们就换另一个啊,这边我们就换另一个啊, 切换到第一视角,过来,最后三发,还有一发啊,还有三发,还有三发啊,两发,漂亮啊,最后一发把它带到,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舔舔他的包了啊,这个还是,哇,这个兄弟,你怎么这么肥啊,先捡一捡饺子啊,他是搜了多少东西,哇,全是步枪子弹,可以可以啊,赶快赶快捡,赶快捡啊,这在空中,我有点害怕的啊,一会儿别再复活了,啊,这个是,哎,这边啊,MC, 这边有火山,我们来玩一玩啊,这边,哦,捡不起来了啊,这个子弹好像是捡不起来了啊,应该是满了吧啊,应该是满了,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背包啊,应该是没有背包的啊,就这样的一个东西啊,然后捡不起来,我们就撤吧啊,去看看这个料塔啊,哎,哇,这果然是传承中的天之骄子啊,什么叫天之骄子,小小的料望塔啊,全都有了,头盔二级,防弹一级,哎,简直没有, 毛病老铁,然后这边我们继续走啊,来看一看这个地图,我们现在还在圈里啊,因为这个圈还没有锁完啊,所以说不慌的啊,不慌的,在圈里,我们就来看一看啊,四处看一看,这是一个飞机坠毁之地啊,然后这边人数比较多,所以说可以放心的,大胆的跑,呃,这局只有三个人啊,先潜服人还是比较少的,而且这个先潜服这个资格是比较难弄, 而且这个玩的人比较少啊,所以说这个导致人数不是特别多啊,不知道政府出来这个人数会不会增多一点啊,到时候我们可以示名一代啊,示名一代啊,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改动啊,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测试符啊,不一定是正式版本出来的这个东西啊,好,那这边我们是看到有个人骑车过去了啊, 这个,呃,游戏它是有一个,呃,这个模式是有一个车的啊,是个单人车啊,没有那种,呃,吉普车啊,什么车啊,赛车什么之类的,没有啊,只有一个踏板啊,平衡踏板啊,好,我看到了什么啊,空头箱,这边是巴雷特,哇,的天,终于看到好东西了啊,这个伤害一定非常高啊,这边是防弹一啊,就防弹一好像都是一级的啊,我看了半天一直都是一级的防弹一啊,这个巴雷特还是,哇,很松一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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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,朋友啊,这个可以啊,可以啊,这边发现我的枪怎么好像换一下换一下换一下啊,这个枪的这个瞄准劲比较少,而且捡东西的时候有点,有点不太,呃,不太什么的啊,就是比较费力啊,就是你不容易找到这个东西啊,啊,希望这个可以改良一下吧啊,一个小小的意见,那就捡东西有点费劲的啊,说实话,好,那这边我们还是在安全区啊,然后我们就上去,哎,哎,哎, 哎,有脚步,有脚步,有脚步啊,不慌 这边最后一个人应该也是在这个房子里,我们来看看能不能等到他切换到第一视角,哎,切出我们的巴雷特,过来看一看啊,他好像就在不知道是三层还是二层啊,就脚步听得不是特别的清楚 等一等,等一等,等一等,这边切换到第一视角,不要动啊,这个他是没有进步的啊,按Shift的话是加速跑,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,啊,那这边我们是准备,呃,准备卡一下视角啊,我准备是QE,QE卡一下视角啊,Q是换枪的啊,意识踢腿啊,这瞬间就尴尬了啊,啊,意识踢腿啊,呵,好了好了啊,那这样应该是暴露位置了啊,然后也等不到他,那我们就,哎,又听到了一声脚步, 而且这边空头也过来了啊,听到飞机过来了,好,不等他了,不等他了啊,我们去看看空头落哪了,去捡个空头,因为这个游戏刚刚上手还不是特别习惯啊,这个补给箱,呃,空头的这个补给箱,哎,我们可以看到啊,前面有一个光束啊,这个光束的话就是补给箱啊,老远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了,然后就可以过来捡,当然如果正浮出来补给箱旁边的人可能是非常多的,哎,我看到他了啊,这个小子跑到三楼去了,呃,不慌, 啊,不慌,我们现在还在圈里,啊,这个圈是比较小了,应该是个决赛圈了,他前面那个楼好像不是决赛圈啊,不是那个圈里啊,他那个楼不是圈里,应该他还会,呃,跑毒的啊,所以说我们这边不慌啊,来看看这个补给箱里有什么东西啊,防弹衣,还有把M4火山,还有一个,呃,就是子弹吧啊,我们先把子弹讲了啊,子弹还是有点用的, 好,那这边我们来看看,等着这个小伙子,啊,哎,我们看到左边那个平衡车啊,就是这个车的一个,呃,代步工具吧,啊,代步工具,好,他下来了,啊,这边,哎,哎,兄弟意识不错啊,还回头,好,这边直接一个大炮一枪,切换步枪,哎,过来直接带走,好了, 那这期体验视频我们待在这里,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啊,等待政府出来,大家有可以唱玩一番了啊,当然,最后提给小小的意见,就是这个房子,大家能不能装修一下,这样看的真是有点突兀啊,有点荒凉的